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正式向外界官宣要招聘中国女族的新主帅 这样的决定无疑也就意味着贾秀全已经是正式下课 考虑到之前他在奥运会当中带着中国女族取得由此糟糕的成绩 所以他回国之后就一直面临着下课的质疑和批评声 现在中国女族也是正式招聘一个新主帅 其实也就意味着贾秀全从此和这个位置无缘了 当然从目前来看到我们也看到了中国主席为了招聘女族的新帅 在最近也是公布了一个面试官的名单 从这个名单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了包括孙文朱广滬李希才等等一批老辈的一些主帅的那些人员 也是担任了这一次的面试官 当然从这一份这个名单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了 其实其他人都没有问题 唯独是朱广滬这个名字呢也引起了很多球迷的一个争论和质疑 首先熟悉朱广滬的球迷应该都知道 他呢在此前是负责选拔李帖和贾秀全的一个面试官 但是我们也看到不管是贾秀全还是李帖呢 目前取得的一个成绩都是一般般 而且尤其是贾秀全 他的态度包括他这几年的执教经验呢 还有表现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 所以呢他这次再次作为面试官的话 那么其实呢也是受到了很多人的一个质疑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知道朱广滬呢 也曾经执教过中国队 那么但是呢之前呢他执教的一个国家队呢 取得了一个成绩 那真的是相当焦高 在2007年国足阵容呢 当时也算是很不错的 那么在朱广滬的一个带领下呢 确实创造了一个很糟糕的历史 24年来呢首次无缘亚洲杯小组出现 所以这样的一个成绩 其实也让很多球迷呢 对朱广滬这个教练员呢 出于本性的一个不信任 那么因此这一次他再次担任面试官的话 也让很多人担心 他到时候选出来的人 那么会不会和贾秀权他们一样呢 不能够有能力去指教中国女主 所以可以说现在中国足协呢 做出如此重大的决定 安排这些人来当面试官 尤其是朱广滬的话 那么已经是让球迷骂声一片 如果说接下来选出了人选 不合大家的心意 甚至呢没有 甚至像之前外界传言的那样 没有指教过女主的经验 而空降过来的话 那么可能呢 到时候面临的一些指责和骂声更大 所以呢我们希望中国足协呢 真的是本着为女主发展的考虑 选出一些真的合适 中国女主未来发展 包括规划的一些合适的主帅 也希望看到中国女主 在未来发展的更好 好了本期的阿三砍球就来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 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疗球 拜拜